四川512大地震即将届满4年 近日有媒体披露 重灾区北川还囤积有许多震后外界捐助的物资至今未开包 官方对救灾物资发放的透明度再度引发了外界诟病 四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近日被大陆媒体拍摄到 在北谷镇中心敬老院内的仓库层层叠叠堆积了很多地震救灾物资 许多明显未曾开包 很多箱子已经变形甚至破损 有的纸箱还没机板板 北川雷谷镇政府人员19号解释 这些是镇政府平常应急物资 至于为何捐赠给地震灾民的物资会变成政府的平常应急物资 他并没有说明 北川灾民杨女士在四川大地震中失去了16岁的女儿 他本人也受到重伤落下残疾 他说救灾物资当地政府宁可烧掉也不给灾民 四川大地震后曾经深入灾区协助救援的不费认为 政府官僚制度的存在肯定会导致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爆发 要避免这些情况 就是要将救灾捐款物资等数据化 信息化并建立公开公平的分配制度 新长人记者唐韵上文采访报道